大家好 我是盈盈 一大清早就被短信轰炸醒了 就微信 上海这边的 你买水了吗 都是说一个事 吞水了吗 昨天买水怎么样子 其实昨天晚上就是给我发信息了 我就没看而已 7点来钟这是闹到哪一出 然后我就开始刷一下手机 才发现上海的阿姨们 好像是有一些在吞水 具体啥情况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我自己也喝不了多少 我就不紧不慢的 也不在乎的 我先是起来 去超市溜达溜达看看 一会我就给你们回顾一下 我去超市的情况 我看看超市什么情况 是不是 他们给我吓嚷嚷的那个样子 我给你们回顾一下 我去超市的时候 我就简单的拍了两下 看什么样子 我来的都是小超市 就是那种生活化的 看水里多少是 在前面 这水很多 还是老价格 很充足 这是我来的第二家超市 莲华也是小超市 第一次来不太熟悉 这找水 主要是看水 水的那边 这是个小超市 联合我 我没看到农夫山泉大桶子的 这个超市不太熟 这是小瓶的饮用水 这有中瓶的农生水 门口全是水 来一瓶 这是第三家小超市门口全是水 多少钱 好 大伙我看到了吗 那超市里的水可充足了 而且还水最多的 一进门口全是水 我自己还买了一瓶 还是老价格 所以要早上那帮熟人 跟我七嘴八舌的 我得告诉他们一声 我说你别囤了 或者说你要就正常的 家里该有就有 没有 咱也别往回搬 别听他们吓嚷嚷 从这个事看 我就觉得我们生活在农村的孩子 还是挺好的 就是说我老家是农村的 就特别有安全感 你看看什么粮食 什么蔬菜 什么水果 什么水 水我们地下打井 那叫深井水 打多少米 我就不知道了 那比山鲜水还甘甜 还冰冰凉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们夏天的时候 然后就是把西瓜 冰西瓜冰啤酒 那叫震的 震啤酒震西瓜 那时候家里没冰箱 那个我们家平房 然后就把西瓜和啤酒 全放我们深井水 那种大盆装起来 放在里面 那西瓜一会儿一吃冰冰凉 那啤酒都震的 上面外面成霜 地下打出来的水特别的凉 而且还甘甜 就感觉喝起来特别有劲 我经常说 我说我们家水好好硬 它那个硬 就感觉喝起来 有点冲劲似的 现在又回想起农村了 所以你像我们这种农村孩子 在外面立足的话 也挺好的 想在城市里边生活也行 想回农村也行 可选性比较多 就比如说假设我定居在上海了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我在江苏弄个小窝 或者在浙江弄个小窝 不涂别的 就涂个 过去看看山山水水 偶尔 然后吃个菜 或者是看人家有田地 自己心里也踏实 你像浙江那地方 叫什么 什么山秀水 这池我比不出来了 浙江的风景真的很秀丽 那叫什么山 什么秀水 这个池我给忘了 那可不是青山绿水的意思 完了 我这个250 关键时候就掉链 咱不说了 当时你们帮我 想起来的话 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阿姨拎着三桶油 有的油旁边还征送什么蚝油的 还有征送小瓶油的 三大桶油 而且还有一些水 还有可口可乐 我也不知道它为啥 囤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好沉 这全是重物 还有左一包 右一包的里面 反正都是吃了用的 应该是 都是食品 然后在那倒腾的 往电梯上倒腾的 因为东西多 就是在用电梯时间特别长 好多人他是早上人家出门 要上下班的 就等着个电梯 这好了 这电梯就在一楼那卡的 他这东西不往上搬完 动作又慢 那电梯也不关门也上不去 我记得前几年 有囤盐 好多人在一起吃饭 他还想这个事 说哪一年囤的盐 到现在还没吃完呢 这是我回上海的第三天 我今天做了第三次核酸 从外地回来 到上海有新规定 三天三点就完事了 否则马就变了 那我今天就结束了 有朋友会说 说你怎么出门不戴口罩 其实一直是戴口罩 哪有不戴的时候 只不过像我现在这位置 方圆50米以外 或者100米以外 没有一个人 这种环境下 我才敢拿起相机 才敢露个脸跟大伙说话 不然你们看到的镜头 全都是我每天像沙特阿拉伯人一样 每天戴着口罩面具 等等 这样多放松 其实一回上海我就不知道拍啥了 就马上到了另一种状态 每次都一样 有朋友说你拍什么外滩 风景什么的 这那的 其实我就对那就不感兴趣了 你可能对熟悉的地方都没有激情 可能是每个人都这样 反正我是这样子的 虽然回来没什么视频了 但是身体好了 就比如说睡眠 我第一天回上海 我睡了多少个小时觉 没有10个小时也得8个多小时 睡完之后白天这不是有空的时候吗 又补了一点点觉 睡的一个通透 第二天也是每天8点多钟就睡觉 第二天6点来钟基本上就起床了 因为觉睡足了 或者是磨蹭到7点多就起床了 生活很规律 身体也好了 经济神也好了 再加上眼睛也好了 你看我这眼睛现在是明亮雪亮的 也没有那种什么疲劳感 干涉疼磨的慌 没有特别舒服 感觉呼吸空气 每一口空气都舒服 就是身体好的原因 回上海拍啥呢 一回上海就得停更 我自己也愁 没啥好拍的 我说了去郊区拍的太远了 光来回乘地铁 你就哪怕再乘公交的话 也浪费好长时间 特别是上下班那个阶段 就是找高峰和晚高峰 那人可挤了 这地铁一挤我就受不了 所以算了 不拍就不拍 先来歇两天 办点正事 那叉开的赏赏花 这花开的也是娇艳独木 这花带刺的玫瑰 是不是叫蝴蝶兰 我也不懂 反正长得像蝴蝶似的 这粉花开的也很娇艳 这个应该是月季 也不准备了 我开放的 我开放的 就把是谁